這名郊警在馬路上攔截了一部大巴 想檢查司機的駕駛執照 怎知司機為了撇甩他居然開車 郊警站不穩馬上捉緊擋風玻璃的水撥 不過司機無動於衝 繼續在馬路上一路狂飆 對面還有不少車輛經過 又有人拿手機出來拍下 不說還以為是拍動作片 這位這麼負責的越南郊警 死都不肯放過司機 所以司機始終無法得請 走了一段路後停車 原本最多被控違反交通規例 但瘋狂飛車後 現在被警方控告妨礙公務和襲警罪名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王嘉莉報導